CPI数据重磅出炉 美股迎来大变盘 这个7月和8月 美股的最佳交易方案 涨什么样呢 英美达高位小幅上冲 但成交量太低了 这到底是暴涨的前奏 还是又多陷阱呢 特斯拉一路狂飙 连涨10天 这样的狂涨 本轮的最有可能的目标位 是多少呢 大家好 我是专路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分析视频 首次观看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便长期的收看我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指的周线图 在周线图上 第三个结构9由于已经确定了 而目前呢 周线图上最新的RSI数值 竟然来到了76.8 这个数值呢 它已经是疫情之后 近四年来的最高值 可见呢市场一直从去年到现在走势非常强势 所以最近好多股民才会再次担心 会不会有可能产生大回调啊 甚至比较悲观的 可能还会觉得会有股灾 但我们一直强调 悲观者永远正确 乐观者才能够笑到最后 那如何看待近期的七八月份 有可能产生回调呢 我们需要结合日线上的指标来分析 但由于现在周线上很高 很多人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最近 由于在七月十日 他本身根据我们的非伯纳基数字的变盘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55的位置就是七月十日 而七月十日呢 CPI数据 尤其是核心的CPI数据 他的数值将会非常大的影响到大家对于美联储 他未来降息的预期 尤其是核心CPI的指数能够达到环比0.1%左右 那绝对代表通胀遏制的比较好 股市将有可能大涨 而如果正在这个变盘点 本身RSI已经超满 日线上的数值也达到76 而且RSI明显是个顶背离 而这时变盘数据又如果达到了0.3 或者0.3%以上 那我相信这次一定会有一个大回调的启动 当然也会有人说 也许CPI数据出现之后没有特别乐观 也没有特别悲观 股市可能还会震荡上行 或者是继续震荡的横摆 那么如何操作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采用趋势网加六产神龙 因为它又简单又明了 盯住趋势盯住资金 例如从四月尾到现在的上涨 本轮我们一共出现过三次安全经典的趋势网买点 第一个位置是这里的5月3日红柱上川紫线的反转买点 第二次买点是6月5日出现的趋势网主线之上绿柱翻红的回调之后的短线买点 第三次呢是最近一次6月27日也是主线之上绿柱翻红出现了短线回调之后的买点 目前的趋势网已经是连续红柱8个交易日 而下面的神龙呢 最近也是连续至少6天红柱高于紫线 实在是太强了 同时我们应该想起在过去的几个月 我们曾经在年初也畅想过 今年的月线能够出现9 那由于现在是7月份 我们已经是上升结构8了 我们相信8月份肯定能出上升结构9 而如果把2022年10月13日的最低点 1088点左右作为最低点 然后将这里去年的7月份的最高点 14446点作为高点的话 那么向上做一个黄金分割扩展 200%的位置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个位置大概是18820点 我相信今年大概率没问题 而且可能很快就会达到这个目标位 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超级大三浪 因为二浪的回调也就是去年唯一的一次大回调 是7月到10月尾 它的回调深度达到了整个大的一浪上涨的38.2% 关于市场的时间循环规律 我今天会再次强调一遍 因为我们研究了过去美股50年的市场 就发现它有五个观点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是1月的第一个星期出现低点 第二个是3月出现高点 在今年已经被验证了 今年的1月5日是低点 就是1月的第一周最后一天 然后就开始涨 一直涨到3月21日 所以3月出现高点 我们今年也验证了 今年也是3月21日 然后我们从3月21日调整到4月19日 从4月19日一直涨到现在7月 那么本轮8月份真的会出高点吗 难道不会有提前或者延后吗 例如去年不就是7月19日是高点吗 一直调到去年的10月26日 我们先往下看 另外一个是10月或11月出现低点 今年赶上大选 这个概率会特别高 因为11月初大选会结束 所以一般都会涨 而去年刚才我讲过 最低点就是10月26日 靠近年底时出现高点 那么去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是12月28日 也是一个短线高点 跌到了今年的1月5日 那现在我们解决一个问题 很多股民说 我们今年第一次回调 3月21日到4月19日 现在还没有出现回调 到底如何去未来布局这个回调 或者如何看待分析最好呢 我们来记一个口诀 那就是高点提前一暴跌 高点延后一暴涨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7月19日 去年建了顶部 当跌到了8月份 我们已经确定 见顶 这时你要明白 它的见顶 明显是比规律中的8月份 要提前的 所以高点提前 代表多方力量 没有能够持续 足够强势 提前 卸了力 那么容易暴跌 果然这一次跌了三个月 跌幅 也将近14% 那么 什么叫高点延后一暴涨呢 那就是本来按照规律 应该是8月见高点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本次 一直拖到9月初 才出现顶部 然后9月份 才开始深度回调 那么代表的是 回调震荡的空间幅度都不大 未来的10到11月份 有可能甚至低点提前 而且涨得很猛 因为高点延后已暴涨 关于美股的变盘细节 我在今年4月份到现在 每个月的月初 都会做一个美股的变盘经节 大家如果已经是频道铁粉 还没有看会员频道铁粉视频的 抓紧去观看美股7月变盘经节 里面有对7月变盘的详细介绍 还有对6月变盘的复盘总结 如果你还不是咱们专入谈股的 频道会员铁粉 请你尽快加入频道铁粉 物超所值 性价比低高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个股当中 英伟达在本周二的走势 英伟达呢 最近是开始有一些小幅上涨 但成交量相对还是特别低的 因为整个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的分歧较小 大家可能都认为向上 短期暴涨涨很多 估计很难 向下呢暴跌 又感觉也不容易 除非大盘真的有系统性的风险 例如持续的三周 甚至一两个月的回调 而目前还看不出来 甚至很多人说 这MACD能不能在这里 搞不好又出了一个金差 很多股民看五天均线 十天均线 其实英伟达再次出现了老丫头形态 甚至呢 最近也有分析师再次上调 对英伟达的目标位 从138上调到188 认为他的股价应该还能涨将近40% 我们从最新的AI云脑 夺宝骑兵来看 通过大数据模型 超级云脑 六色罗盘的全方位检测结果 该股当前处于弱城弱压区 安全级别为中等风险 他当前股价是131.38 他的压力位 也就是近期的一个阻力 是134.2 压力强度较弱 如果温和放量即可突破 那到底现在英伟达是否安全呢 整体来说 我觉得中短期 如果大盘没有明朗的变强势 他也没有强势创新高 没必要 非要做 当然我相信近期也有人短期获利 这很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直说 历史会不断重演 但不是简单重复 这里6月20号的高位放量下跌 和今年的3月8号 有异曲同工之效 甚至同样的效果 我们发现上一次 趋势王甚至创了新高 神龙红柱一直减少形成背离 本次目前 虽然看上去 趋势王又要向上冲 但目前看 如果没有大涨暴涨 趋势王是很难实现 再创新高的 而如果红柱 只是在六财神龙里面 短期的两天高于子线 后面又开始向下的话 那么就很有可能 快速的在未来形成一个顶背离 然后有一个相对脚深的回调 脚深回调 不是说一定要跌到很低很低 例如上一次最低也就跌了20%到25%之间 然后就涨了回来 甚至我们可以看 趋势王可能就跌到主线附近就可以了 而从周线图上看呢 本周由于还没有结束 刚刚两个交易日 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由于现在英伟达结构9之后 这里的K线是暂时出现了 熊市价格反转移 但我觉得这个一并不重要 关键是如果收盘破了这里的五周均线 那还是比较危险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在连涨了10天之后呢 收盘价来到了262块3 它的RSI数值已经非常高了 日线上的RSI86.9 已经逼近去年7月份 6月份的高点附近的最高值了 因为最近涨的确实非常之快 大家要注意 有可能会历史不断重演 比如说去年是先是一波急涨 时间更长 本轮是涨的特别急 时间更短 拉到超买 而随后呢 有一个震荡 短线回调之后 再上冲 然后公布业绩 见得顶 我们现在要注意两个时间 第一个是本次的业绩公布 它会不会也成为变盘窗口 这个时间是7月23日前后 同时大家会发现 由于特斯拉 它本轮上涨 一开始是因为第二季度的交付数量超于预期 但有些人呢 也承认 它的现在的美国市场的占比 首次跌破50% 让很多股民很担心 但同时 好多人也说 现在的投资者可能更加想去慢慢的 由短期近期比较关注 它的电车销量 转为慢慢的开始去看它的未来 例如 它也有AI概念 它有智能驾驶 它有 Robot taxi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能源相关概念的 它也在做储能 储能也是因为 由于AI概念的需求不断增长 所以呢 它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所以从短期看 也许可能会遭遇一些回调震荡 但从更长更大的格局 如果投资者未来能够接受它的潜力 尤其是AI概念带来的需求 例如刚才我讲到的储能 那就是能源 包括智能驾驶 所以我们只能说 如果跟其他的科技股比 特斯拉已经是最后一个没有创新高 甚至离前高还很遥远的股票 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股民甚至更加看好未来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它的潜力 可能这就是特斯拉的一个特点吧 上半年看上去是股渣 下半年可能会变成股神 我们来看一下云脑大数据 对特斯拉的评论 根据云脑的六色罗盘 它属于弱撑弱压区中等风险 同时呢 它最新的压力位是267.19 压力强度一般需要明显放量 方可突破 我们之前第一次遇到的压力位是251 现在是267 很多人说有没有可能 我们周三周四很快就竖盘突破了呢 如果突破了怎么看呢 这时我们要注意 可以采用黄金分割扩展再次来强调一下 恩生如果近期大盘真的走坏有回调 而特斯拉也没有更多的炒作的话 我觉得它的目前位置已经完成了 小的一浪二浪回调到50% 再到三浪的冲击 200%的目标位258.8已经完成了 如果在接下来大环境一般 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出现调整或者震荡 尤其是配合一些明确的反转的K线 例如阴包阳啊 大雨侵吩啊 或者射击知青等 但如果大盘真的在公布完CPI数据之后 仍然强劲 那么也许在财报之前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怎么看呢 我们来看一下缺口 缺口它现在上涨的很快 并且自己连续的强势出缺口 现在下一个缺口就是去年7月份的财报产生的大跌 这里的位置它大概是280块9到289块5 很多股民说这个有点远 我有点担心能不能到 能不能有一步一步的看 一步一步的看 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高点和这个高点 这两个高点都已经到达了265了 对不对 我们盘中已经到了265 那下一个位置再往前推 这个高点是278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题目给出了278的原因 也就是说我现在再往前看 有三个重点 一个是这里的前高278 另外一个是这个缺口 280到289 还有一个就是去年七八月份的高点 299也就是300左右 你认为特斯拉本轮到底最有可能 在哪个点位暂时休息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要看看到底有多少特斯拉的超级粉丝 而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的龙王模板 驱使王加六产生龙 那是真正的历史会不断重演 但不是简单重复 本次从他在这里上穿了主线反转 再到这里的回调启动 到现在的直冲 绿柱很多很多达到极限 通过震荡横摆导致绿柱消失 然后到六月尾七月初 红柱上午时 这一次的上涨实在是太暴力了 上一次去年这里的上涨 这个位置比较稳 慢慢的达到一定高度 然后震荡开始背离见顶 所以本次也许还会走这样的套路 但是本次现在急冲很快 而我们离变盘时间7月23号 他的财报公布日时间也不多了 我相信这一次是一个快速版的复印 也就是说这里可能通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 急冲加上顶背离见顶 我们可能根本这一波用不上两个月甚至两个半月 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月左右就能完成 再来看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如果在周线图上选择最高点414 做一个超级的下降趋势线 我们已经是刚刚突破了 关键是能不能真正站稳 如果本次真能在上面待稳三周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同时他的RSI数值69.8 在周线图上也达到了去年相对的7月份的最高点 当然从周线图上讲 这个数字倒不是非常的夸张 尤其你可以对比一下英伟达 所以如果在未来或者真的最近的一两个月 媒体报道或者大家从思维上就开始接受 他的未来有更好的AI的潜力 例如我说的人工智能驾驶 包括人型机器人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储能概念 这些其实都跟AI有关 如果买账 华尔街也愿意炒作 那一切尽有可能 而如果非常传统保守的投资者 不认可这些 只认可当下的他的电动车暂时的销售 那我估计是不可能产生大的突破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AMD AMD在7月9日最新的数据 他的五天均线刚刚金插了半年线 半年线方向非常美 是一个向上的走势 我们这一轮从他这根阴线 补了153的缺口 我们这一轮从这根阴线 完全回补了153的缺口 这里的叙日东升 然后这里的呆阳不破 到一阳穿三线 再到现在的半年线被金插 双底也形成 走的真的是蛮美的 而且呢 MACD也在这里 当时一阳穿三线的时候 52160 这里有一个 零轴附近之下的金插 非常隐蔽 然后慢慢的双龙出水 整体来看 这个大双底非常的漂亮低调 我相信是有很大空间的 那么通过AI云脑大数据来看 六色罗盘显示 它是弱撑弱压区中等风险 同时呢 当前股价177 该股的近期压力位是192块7毛5 通过趋势王加上六彩神龙 再来看一下 真的是历史会不断重演 但不是简单重复 也就是说去年这里是回调四个月 幅度没有今年升 这里大双底启动 我们今年是回调时间没那么多 但第一波下的又快又急 但是这里的大双底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现在呢 也突破了 唯一的问题是 它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狂拉期 因为神龙的红柱比较少 还没到50 绿柱还没有完全消失 如果接下来的一到两周 你能看到绿柱消失了 红柱上50 千万不要轻易的卖股票 同时呢 如果通过AMD的日线图 我们通过缺口来看的话 它的阻力是两个缺口 第一个是比较近的 还没有完全回补的 这里是187到188 而比较远的就是当时常见 射天之后的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203到205 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的缺口 非常的重要 同时很多股民从大的方向上 可能想做一个大拨端 那提醒你 AMD周线上 马上可能除了上升结构二之外 除了双底之外 可能会有MACD 水上金叉即将出现 那和上一次又实现了 历史会不断重演 但不是简单重复 由于最近我们升级了超级云导 它包含云导探秘 机构动向和多宝利剑 好多国民呢 也参加了我们的直播和课程 知道了云导十大维度 包括它的飞天均线 最智能的AI均线 等等强大功能 如果你想立即体验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我们在本周7月14日开始 将会关闭免费预约体验 超级云导的通道 建议大家抓紧点击 我们评论区置顶的报名链接 来免费体验我们的超级云导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爱分享股票支持的张璐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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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